大家好,我是姜莫莉 鸽子的肉质特别的鲜嫩 也非常的好吃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经常吃鸽子肉或者是喝鸽子汤都是非常不错的 老话经常说一鸽剩九鸡 鸽子肉虽然好吃 但是有些部位是不能吃的 接下来一起看看鸽子的哪些部位不能吃吧 第一个部位就是小腿连接爪子的部位 不管是鸽子还是鸡鸭鹅 小腿连接爪子的部位都有一层皮 有的时候摊贩老板忙不瘾 就会经常忽略处理这一点皮 这层皮已经提前被我处理干净了 我们在买鸽子的时候 可以提前看一下鸽子的小腿和颜色是不是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鸽子的肉就是特别新鲜的 接着再把鸽子的指甲全部剪掉 剪指甲的时候我们可以剪得深一点 因为鸽子的爪子特别的脏 鸽子第一个部位不能吃的地方就是小腿连接爪子的那一层皮 还有爪子的指甲 第二个不能吃的部位就比较尴尬了 那就是鸽子的屁股 鸽子的屁股细菌非常的多 而且特别的容易滋生细菌 尾部的这个线底其实和鸡鸭鹅都是一样的 是排指线 排指线就不用我多说了 那就是生理器官 一些特别脏的细菌排不出来的就堆积在这里了 所以鸽子的屁股一定不能食用 第三个不能吃的部位就是鸽子的头部 为了视频的画面更美观一些 我们把鸽子的头部用卫生纸给包起来了 鸽子的头部也是平时大家不怎么去重视的 老一辈的人经常会说 鸽子的头就是一个鸽子的整个灵魂 所以鸽子的头也是一个非常补的位置 当然当然当然呢 那是以前的鸽子头 但是现在呢 鸽子的生长环境不一样 吃的东西也和以前不一样 那么就给朋友们详细的说一下 现在的鸽子头为什么不能吃 鸽子平时着实的时候会吃一些金属物质 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堆积在头部 而且也是毒素储存比较多的地方 所以以后我们不要再贪嘴 吃鸽子的时候一定不要吃头部 其实鸽子的头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补 如果是自己家里面养的有机鸽子 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四个不能吃的部位就是鸽子的脖子 并不是鸽子的脖子不可以吃 而是鸽子的这层皮不能吃 估计有很多朋友们都会说 鸽子那么小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 那么到底哪个部位可以吃呢 再给朋友们详细的说一下这层皮 到底为什么不能吃 这层皮连接着食道和气道 还含有大量的淋巴组织和油脂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这层皮特别的难堪 这层皮一定不要吃要处理掉 鸽子不能吃的第五个部位 也就是鸽子里面有些的内脏 朋友们只要记住一点 鸽子肚子里面除了鸽心 鸽肝还有鸽针 别的东西一律不可以吃 而且这几个部位都是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富含维生素也比较多的 炖汤的时候一起放进去炖 味道特别的鲜美 比如像胃胆肠子这些都不建议食用 少吃多健康哦 好了家人们鸽子不能吃的几个部位 就给你们分享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就要萌莉天天分享 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